有个网友要一点这个鱼干 好了我们拿出来 把这个整个一点的挑出来 寄给它 这个是之前我们晒干以后放的冰箱里面 现在拿出来还要给它用火 给它背一下 整个一点的就挑出来 碎一点的就对流着了 大部分是鲫鱼 还有小部分是这个白条 这个白条还好一点肉多一点 这个就是挑出来的 挑出来的都是比较整一点的 我妈上那个土 给它烘焙一下 你不是什么的啊 放水药 放水药给它 嗯 再盖起吧 捂着里面 搞这个鱼干其实挺麻烦的 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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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能用一毛手的 可以让你一个人 这据人家 我这个据动了 你没有办法 我等下据好了 这好吗 那眼里有的 我搬这一块 你搬那块 我搬这一块 小子搬这一块 我搬给东西搬这一块 你搬你搬 你搬的给吗 我搬 我搬,搬 我搬 你搬 我搬 你搬 你搬 他是搬 你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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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你说你啊 你这写着病伤 多可个我的花子 我花着花着不得是 那我又 没啥了就好了 我能快 但是从来说些还不可以啥 在去年的时候 大跟吵着改啊 门啊 都打开了 然后再塞着 打开了就说了 说得没 你娘这个一毛费没了 没有 我说你娘我那几箱 那车外没 都知道是啥 电话文言小说了 那你没进去了 关键你 我离心无法允许这么多母鱼 你叫做饭了 我都要夸了 这个我离心无法允许 说也没有吗 没能解释 那些什么辣椒番茄葡萄 那两个 咱们就拆下锅拿下锅 说有吗 说都没有 说什么是纠结了 纠结了 纠结了那国离心那么多 哦 你可以通的 你可以通的 我老妈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她打算到我弟家里去住一段时间 因为我弟家里现在是空着的 没人住 她说推开门的话 房子里面全是没位 我这边就不太愿意 让我老妈到里面去住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老妈进去住了以后 我老爸又要干农活 又要煮饭 这样他每天就搞得很累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弟家里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的 厨房都要垮了 如果他到里面去生活的话很不方便 像冰箱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都要重新再购置一遍 这样的话又是一笔很大的花销 我感觉没有必要 所以说呢我就不想让我老妈到里面去住 如果他一定要到里面去住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搬到里面去住的话 我这个家估计就搞得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爸这个人呢平时又不太爱搞卫生的 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如果他搬继续住的以后呢 只有我上来每天到这里搞一下卫生了 对不起 对不起